祝你们平安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每天花点时间思想主的话语 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土唾沫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在路加福音至少有六次提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 那对于上耶路撒冷这个意义 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圣城 那某一种意义上其实指的就是神的国 而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 他确实要迎接神在万古以前就定好的 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 上十字架的道路 那么因此呢 上耶路撒冷对于耶稣而言 其实并不是像人所想的那样就是充满了神气 神奇荣耀的这样一个道路 当然在耶稣一开始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那么许多的人就是欢呼迎接耶稣 欢呼和三那然后将棕树枝跟衣服铺在地上 让耶稣能够走过去 但事实上对耶稣而言 他真正得着荣耀的时刻 确实在被交给外邦人受凌辱 受鞭打被钉死这样的过程之后 然后经历复活升天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耶稣所经历的过程 他并不是偶然的 只是神在万古以前已经预定好的 要让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 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 对门徒说这些话 门徒却不能够明白 那为什么门徒不能明白呢 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到这个时刻 也已经三年多了 那么或多或少 他们肯定都认定耶稣就是 这个预言当中所说的那位弥赛亚 而耶稣在之前也不断地告诉他们 他要成为弥赛亚 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在地上的国 也不断地告诉他们 他要被卖 他要受羞辱 要被交给外邦人 但好像这些话 对于门徒来说 似乎都没有办法真正地去理解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在人心中所期待的一个救赎主 有人所认为的一个想象 因为人所认为的得胜者 人所认为的得荣耀的人 那么与耶稣基督他所要经历的这个过程 他是截然不同的 那在这样一个不同的状态之下 耶稣他要进入到荣耀里面 却是在人所看为羞辱跟痛苦的路径跟状态当中得着的 耶稣自己称这个过程叫做人子得荣耀的时刻 那这是不是能够向我们启示 一条生命要得生得荣的道路跟盼望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因为爱的缘故 为了要让人生命得着益处的缘故 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挽回忌 那么虽然经历因为爱而要承受的痛苦跟忍耐 却能有一个生命能够产生属神的荣耀的这样一个盼望 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成就这样一个属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应当切勿的 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生命的荣耀的盼望 或者说经历这样的过程 就是行诉这样生命荣耀的盼望跟实质 因此我们要了解 跟随耶稣基督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 其他的其实都是旁之末节 所以作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以别的来去代替这条道路 那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得着祝福 但可能就是在地上的 可能是短暂的 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荣耀 没有办法成为我们里面真正的平安 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 我们所要得着的 要跟随主的一个目标 就是属基督的荣耀 那么就能够看待万事如同粪土 粪土一方面表达这些事情 它是没有价值的 另外一方面表达这些事情 是成就基督生命的养分 把所有的一切事情都看作是 成就基督生命的养分 那我们以得着基督为至宝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才会看得明白 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王 他要得国 他是能够被升为至高 坐在父神的右边 但是他在世上 却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 耶稣基督他活出来的生命样式 就是一种为爱而愿意舍己 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愿意承受痛苦 愿意承受羞辱 并且他非常地清楚知道 地上的这些事情都是短暂的 真正重要的是 他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所忍耐 所预备的 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真正需要警醒的是 我们怎么样地回应 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 如果我们愿意以神的心意来去回应 那我们就在预备我们自己的荣耀 如果我们以这个私欲来回应 或者是按照世界的律来回应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成 那在我们里面属神的生命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懂 这样一条跟随主 在十加上舍己 得生得荣的道路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